我的真面目就是殘民於自衛 各位朋友 我自己搞了二十幾年政治組織 86年我有份創辦民協 89年和90年初 我有份創辦當時的港同盟 其後港同盟和會表結合 組成這個民主黨 當時我在會大是投反對票 還有在會大我哭地說 我說這個是一個不民主的做法 因為當年港同盟和會表結合 是幾個領導人私底下傾斜而組成的 我當時說這些黑漿創業的做法 是絕對沒有好結果 看了這麼多年政黨發展 再看這個公民黨 公民黨有六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我告訴大家 六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沒有一個是全職的議員 我當年退出民主黨的時候 他說馬田最多那天做主席 他翌日走 馬田絕力挽留我 我跟馬田說 我說你找楊森做主席 楊森又要做立法會議員 又要做黨主席 又要教師 楊森教師 我說你不是欺騙黨員 就是欺騙學生 你不是欺騙學生 就是欺騙子民 我說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要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 你要領導政黨去推動香港的民主運動 你這個領導人 就要做少少的犧牲 我不是要他們學長 我去中一去台棺牆 去坐牢 你只是拿少少的爭執 拿五萬多元 夠了 讓家裡 但是 香港很多的民主派 發展到今天 做了二十年多 他們這一幫領導人 完全 至今明年是不願意 做這些小小的犧牲 我告訴大家 唯一一個民主派的政黨 可以做這個犧牲 就是社民 中文共國